他还有压力这样子 对 重来还有一个同事 酸脸酸蜜 我不能接受 你要管我们的一个真实跟道歉 昭化陷阱局刑警大队 真二队一名39岁张姓真查 佐日前在租屋处亲身 家属陈琴到总统府 警政署指出 死者手激流严诅咒队 张宇两名队员全家死光 疑似生前遭到职场霸凌 张元妈妈28日受访哭到 气不成声 上个礼拜日的时候 说你儿子已经杀战自杀了 那时候你当下 他们有没有跟你解释 说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 我听到真的崩溃了 不只是搞被儿子这么认真 结果 被他们搞成最爱之后 我没办法接受 他们是很优秀的人 他很有承认感的人 他有跟你讲抱怨什么事情 他还有压力这样子 对 送给你还有 你的同事 拴连拴运 我想要那个吊毁 那就是那个草 上面 不愿意给他那个草吊 吊毁那个派出所 对 就是不愉快就是工作上的 那一些 还有他 主做那一些人 他会 点名太性的点名出来 我没有什么 痛那么让他已经 那个那么痛苦 他会这样讲吗 嗯嗯 你想讲话的话就会讲吗 我一般人会这么讲吗 他们说 他给一个 服务 你不能讲话的人 我们只是要一个 争想 跟道歉 但是我们讲的话 我们不能接受 你要还我们一个 真实跟道歉 各位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音楽 感谢观众 声 好 就 幸运 不 哒 水 没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